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又来推荐女性的好朋友 女人之籍所介绍的登登 这个贝尔利日本多元榆榆胶原生态 什么?怎么会有这么身体的东西? 胶原生态? 对!你没有听错 而我也没有说错 这个呢是利用日本专利水解榆榆胶原蛋白生态 以及德国牛奶萃取 再加上乳氢蛋白萃取 以及法国深海坦粒蛋白佐精致而成的 其实在人的体内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例如眼睛、皮肤、骨骼、软骨 以及你身体的内脏 这些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 那其实上班族因为长时间待在办公室里面 又有长时间吹冷气 所以常常会导致你的皮肤过干 水分补充不足等等之类的问题 那只要是皮肤过干的时候 进行脸上 会很明显就开始细纹的产生 那这时候呢 就是要适时后的补充胶原蛋白咯 嗯 其实啊 在忙碌的上班的时间里面 在下午的时候 午休起来下午的时候 我总是会让人昏昏欲睡 然后这时候我就会用这个 咖啡加上的鲜奶 这是我每天必备的 混在一起就是变成我最喜欢喝的拿铁了 可是这时候啊 除了这每天必备的东西以外 这时候我会再独立夺加这个 日本多元鱼岭胶原生态 其实你不要想看这样一盒 其实它是相当的方便的 怎样方便呢 这时候跟你讲 打开之后啊 你们发现 重点在这里 它里面全部都是这种 条状的 不会像一般传统整颗的 那种 胶原蛋白 你一出门说 它带着那一桶 非常的不方便 而且像这一整条 还是我最喜欢的粉红色 今天如果再忙碌的话 看到这个我喜欢的粉红色 真的心情都会变好了 可是啊 因为我常常必须要出国啊 一起出差啊 所以像这个 我就会出门的时候抓个警告 放在包包里面 其实这样对我来讲 是相当的方便 好 听我介绍这么多 是不是很想试试看呢 我先来为大家示范一些 那其实像这个咖啡啊 我就会先加上我喜欢的牛奶 先把它加上去之后 这样呢 这个颜色已经变成是我喜欢的拿铁的颜色了喔 那其实这时候 我也再加一包这个 胶原蛋白粉 而且啊 它一个很贴心的设计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它这里有写一个open 可以从这边撕 这里 可以从这边打开 可是像我啊 我就会比较懒的这样撕啊 因为我会想要 我会倾向 这里有缺角 然后呢 因为我又是个懒的 上班族又相当的忙碌 我就会这样子 从旁边呢 这样撕开 轻轻一撕 也不用用这样撕开 都不用 我个人觉得 这样这个动作 对来讲是最方便 快速还有俐落 下午 爱捆的时候 我就这样一杯拿铁 然后再加上这个 胶原蛋白粉 而且这胶原蛋白粉 非常的神奇喔 放上去时候啊 我就会边 倒边搅拌 而且它都不会有结块 这样慢慢搅 慢慢 其实它真的都没有结块 是不是很神奇呢 而且啊 这里面 它刚刚又有鱼鳞萃取 再加上牛奶 这样等一下我们来喝看看喔 是不是有 会有那个 因为鱼鳞的关系 所以会害怕有鱼鳞味喔 倒完了 先放在旁边 我们赶快来饮用看看吧 先让我 为大家示范喝一口 看看口味如何 忘记给你看一下啊 饮用你一下 如何 哪有这种 看 喝了一大口之后 你们发现 其实都没有结块 再加上下午 又要赶走这个 不优的瞌睡虫 一杯咖啡 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 赶走了瞌睡虫 你会想到 皮肤 水分越来越干 我需要补充的胶原蛋白 这时候真的是非常需要 这杯 然后我们继续喝看看喔 这样 这样已经喝半杯了 上面已经都没有 有没有发现 其实都已经没有胶原蛋白粉 因为它都已经融化在里面了 而且这样喝起来啊 也没有所谓的鱼腥味 虽然它有用鱼鳞萃取 一切都没有 可是它却有牛奶的味道 因为它有用鲜奶去萃取 有没有看到空空如也 我已经整杯喝完喔 真的没有所谓的沉淀 或者是结块的问题 而且这样好好喝的一杯喔 赶走下午的瞌睡虫 以及补充了我今天的胶原蛋白 而且这个胶原蛋白粉呢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喔 它不单单只能加在咖啡里面啊 也会像 并不是每个人 下午习惯喝咖啡 有人会想说要喝茶类啊 或者是果汁啊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添加的 或者是现在贵妇最喜欢的下午茶 它也可以加在你的点心里面啊 例如沙拉 这个都是非常的美味喔 而且又补充你的胶原蛋白 这样是不是让你蠢蠢欲动 想要试试看的呢 我的介绍到此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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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知道 然后带我在这耳 têm 只要补充